YouTube App 行動裝飾的兩大新功能 第一個叫循環播放 第二個叫全螢幕時的快捷鍵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創作者俱樂部 今天為您介紹兩點 第一點 觀察競爭對手 構思觀眾們喜好的主題 第二點 YouTube App 兩大新功能 循環播放加全螢幕快捷鍵 身為創作者的你 當您在思考拍攝主題時 由於你的受眾 可能會有喜歡Apple相關產品 或者是喜歡3C相關主題 你可以針對您的受眾準備開設內容 但是靈感總是會有耗盡的時候 不凡你可以參考其他的創作者 例如3C開箱主題 或者是3C達人他們所拍攝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看YouTube時有沒有發現 當移動時間軸 上方會出現一個不規則的灰色區域 其實那就是剛推出的新功能 重播次數最多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根據對方的主題 觀察哪一個部分是觀眾最受歡迎的 例如說3C達人在發布3C產品中和評比時 你可以注意到在Apple產品出現時的播放次數最多 這表示受眾對於Apple商品開箱感到興趣 另外在最後重播次數最多 代表觀眾在收視影片時對於售價最感到興趣 您可以透過影片當中的字幕去得知這片影片的內容 第二要介紹YouTube App行動裝置的兩大新功能 第一個叫循環播放 第二個叫全螢幕時的快捷鍵 在您的行動裝置播放影片時 除了播放完畢螢幕提滅以外 你還有第二個選項 您可以在播放影片時開啟循環播放影片的功能 第二個 當您在全螢幕播放影片時 在左下角會出現了5個功能 您現在可以在全螢幕播放時 直接按讚 或者是直接留言 甚至是轉發影片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是創作者俱樂部 鼓勵各位永遠拍片 Be a Creator Inference the world 再會 掰掰 為何人會成功 我會請你 我不想請你 我會請你 我會請你 我會請你